早晨 今早就繼續我們的汕頭之旅 行程的第一站就帶大家來到珠江路 因為這條街是出名的宵夜街 你可能就會問 哇 西多士你不是玩東西 日光日白帶大家來到宵夜街做甚麼 對面的店舖完全都沒有開門 其實這裏都有些店舖是24小時營業的 都有一些好東西吃 現在就帶大家去吃那些好東西了 這次的行程是由永安旅遊贊助的 想由香港去山頭玩 最舒服的方法當然是坐高鐵 現在永安還推出了很方便的高鐵加酒店住宿套票 讓你可以一次過預訂酒店的客房 和西哥龍站來往山頭站的高鐵車票 不但不用另外注冊12306帳號那麼麻煩 而且是完全不用收續費 買完就立即出到票 來到高鐵站憑迴鄉性就可以入閘 真是超方便的 行程的第一站就先來到珠江腸粉 來吃潮山腸粉 以往去其他潮山腸粉的餐廳 介紹潮山腸粉都是有點尷尬的 因為菜單上永遠都是寫著 一碟腸粉是多少錢起 任由大家選擇叫多少錢 按照不同的價錢 商家就會給不同大小份的腸粉給你 但這間珠江腸粉就稍微好一點 是進化到QR谷來下單的 就算你是第一次過來光顧都好 也不用尷尬說 究竟要叫多少錢才會比較好 我就選了牛肉腸粉 和一碟豬肉加蛋的腸粉 潮山腸粉和我們平時吃的廣州腸粉 其實都有很多很明顯的分別 第一 並不是包成一條長條形狀 師傅蒸完腸粉之後 只是補氣地隨便把材料 用粉皮包起來 包成整個包 然後就會淋上一個避製的醬汁 以及加一大殼菜脯在上面 另外裡面包的餡料 也會比較多元化一些 除了牛肉之外 通常還會包一些菜粉等配料 哇塵皮非常之薄 裡面的餡料是可以透得很清楚的 餡料是很豐富的 雖然我點的是九元細份的 但是裡面是有很多菜和牛肉 味道的醬汁偏甜一點 喜歡吃甜的話 應該會很喜歡這碟腸燉 粉皮滑不泥是帶一點香彈 相信應該是淋上薯粉 令到這麼薄的粉皮 多了一層口感 不會像吃風一樣 牛肉肯定不是潮山牛肉火鍋 新鮮的牛肉 但是吃起來都算嫩滑 而且牛肉味也很重 而腸粉店的牛肉來說都算不錯 試試豬肉蛋腸粉 潮山的豬肉腸粉 通常都是用一些免治豬肉碎來做的 但是我發現豬肝腸粉這裡的豬肉蛋 竟然還有蝦 感覺上會更加划算 蝦很明顯的新鮮 不錯不錯 不過豬肉香味稍微淡一點 我會喜歡牛肉腸粉多一點 豬肝腸粉這裡還有一些價錢 同樣都是很便宜的燉湯 可以點的 例如這個很有潮山特色的石橄欖 樹肥湯 就只是賣7元 石橄欖就是這些一秋二嫩 好像一些草 上面有一塊好像提子缸的植物 最主要的作用是可以潤肺 清淡的喉嚨很舒服 平常覺得喉嚨不舒服的話 所以喝這個湯就不太辣了 下一站就來到非常有風味 蹲街邊吃的小半口的蠔肉 所謂的蠔肉其實就是蠔餅 其實我們在香港吃到絕大部分的 潮州式的蠔餅 其實都是完全不正宗的 因為香港的蠔餅很多時候都是炸蠔餅 雖然會比較香口一點 但是就更加熱氣我自己就一般了 我反而比較喜歡 比較傳統比較正宗的 煎蠔餅的做法 另外絕大部分山口的煎蠔餅 都是蠔仔的比例非常之多 蛋和薯粉的比例相對而會比較少 淡淡都可以吃到蠔仔的 而且我看到蠔仔每隻隻都是很肥美的 飲少許魚露和胡椒粉 快不了了 雖然是煎的做法 不過其實都加了很多油 加上火力是很猛 因此口感是很酥脆的 另外小半口這裡佔了很多芽菜 可以做到一個比較好的隔油作用 因此你是完全不會覺得油膩 比較可惜的地方就是 據聞最傳統最傳統的蠔餅 是用鴨蛋來做的 不過我在池頭吃過這麼多蠔餅 好像未見到一間是用鴨蛋做的 不過整體而言 淡淡都可以吃到這麼肥美的蠔仔 吃下去甚至有一點爆漿的感覺 真是非常之正 當然更加重要的是 我點的這一份是兩人份 都只是買35元而已 同樣都是非常之划算 另外它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 除了有蠔仔之外 還有加到一些九頭魚 令蠔餅多了一股魚的鮮味 不過我自己就會比較喜歡吃純的蠔餅 所以我以往有介紹過另外一間 叫做鎖魯蠟 我會更加推薦過這間小半口 在剛才那間小半口蠔的斜對面 就有在汕頭都比較出名的 連鎖糖水店 洗衣甜湯的總店 繼續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一些比較傳統的潮汕糖水 青森丸綠豆鎖加鴨舞蓮 所謂的綠豆鎖就是 平時我們包種的一些綠豆鞭 而青森丸就是一些我自己覺得 口感有點像烏原 或者是珍珠的東西 都是比較煙韌粗蛋的 但是完全沒有任何味道 我查過資料 只是用一種叫成鵝的植物 的澱粉質用來做成的 由於青森丸這件事 傳統上都是會配合綠豆鎖 而且通常都是在炎炎的夏天吃 吃完之後會令到你的心情 是特別舒暢一些 清爽一些 所以就叫做青森丸 所謂的鴨舞蓮 其實大家可以當它是湯圓 只不過這個湯圓的形狀 是會比較長條形一些 好像一粒鴨蛋的形狀 包的是豆沙餡 朝鮮的豆沙會加很多豬油 吃起來不單是會比較香一些 而且口感也會更加綿滑一些 另外糯米皮也做到帶點點Q彈 挺好吃的 還叫了一碗東京丸蓮子 東京丸其實跟日本的東京 是完全沒有任何關係的 是用一種學名叫做 竹戶的東京鼠來做成的 看起來好像有點像西米露 都是一些一粒粒後銘狀的東西 再細粒一點的 但是會比較爛一點的 比起普通的西米 多了一層稍為清甜一點的香味 據說都是有清熱的作用的 下熱氣的話就可以點一碗來試試 這兩集都跟大家說過了 其實山頭的市區是非常之小的 兼且真的沒有什麼景點 一些比較出名的旅遊景點 很多時候都是距離市區比較遠的 又或者那邊是一些新發展區 沒有什麼特別吸引人的野西 而我今次的山頭之旅是比較廣的 前後加賣賣就只有兩天左右 所以這次旅程的最後一站 我就來到山頭市中心 最大型的商場 萬象城 雖然這個萬象城 我在疫情期間都有跟大家說過 它可能是最不像萬象城的萬象城 因為其他城市的萬象城 通常都是有很多名牌子的店舖 例如開滿LV、Gucci、FADA、CHANEL等等 但在山頭萬象城這裏 你一間都是找不到的 但是自從這個萬象城開了之後 在它周邊就吸引了不少咖啡 和潮山人最喜歡的茶飲店 在這裏進主 所以今天就選了在這裏附近 最出名的那一間城村自茶 過來這一邊去一去吃一下爹 在這潮山地區的茶 當然不得不提 就是鴨屎香 雖然名字聽起來有點噁心 但其實跟屎是完全沒有任何關係的 它是屬於烏龍茶、單松茶的一種 而產地正正在汕頭旁邊的潮州 加上名字比較搞笑 因此現在有不少茶飲店 都會找這一種茶來做茶飲 例如在深圳有不少 專門買手打檸檬茶的店 都會做鴨屎香檸檬茶 但是城村自茶這裏 相對於是比較簡單的 用來做奶茶 甚至奶茶我自己覺得是有點像 像最流行的那種國風奶茶 跟比較出名的殘月色 或者霸王茶几 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在奶茶上擠一大坨的露露 再撒一些鴨屎上去 嗯 似乎是用很好的露露 你看好麵 好香奶味 而且口感是很軟滑的 不像平時吃比較炸的露露 你會吃到好像有納失 張住你口的感覺 嘩 茶都很美 一開始喝下去其實那股茶香味 不是很突出的 你會覺得那股茶香味會突然之間在胃裏面衝上來 然後就久久不散 再帶丁士那麼多的回甘 嘩 好偉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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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其實整間店鋪的裝修都是有一種香吐氣色的感覺 不單止坐得都頗舒服 兼且打卡的效果亦都是好一流 難怪這間店的感受歡迎 山頭是其中一個有遊玩共享電動車的城市 在街上你會見到五盲綠色五花八門的共享電動車品牌 但是我剛才就幫大家試過 似乎只有美團可以用回鄉證來實名 所以如果真的想玩的話 就只能夠認著黃色的這些共享電動車來踩 法例規定其實踩這些共享電動車 都是要又要威風又要先戴上頭盔 當然大家亦都會見到 在街上其實未必每個人都這麼遵守法例 不過我都是建議大家為了安全起見 最好都是像我這樣戴上頭盔好些 搞定了可以開車了 Bye Bye 不夠兩天的山頭之旅 很快就完結了 其實山頭還有很多好東西吃 還有一些景點我還未跟大家介紹到 例如景點方面有傳說中的南澳以南的南澳島 還有新開沒多久的潮山歷史文化博覽中心等等 這些地方和美食我想就要等到下一次才可以跟大家介紹了 八歲山頭近這幾年是變得很適合過來玩的 因為本身它在21年疫情期間要舉辦這個亞洲青年運動會 簡稱亞青會 由於疫情的關係 結果延期之後後來再取消了 不過就好像大陸其他會舉辦一些國際城市的城市一樣 趁著這幾年剛翻新完的時間 我來山頭這裡玩的 好 今集就先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對山頭玩還有任何疑難的話 歡迎透過Facebook或IGPM我 我懂得回答的話都會盡量解答大家的 我們下一集再見